上车 瞧啊 去哪儿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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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书吧缺人手 让我去帮忙 妈 今天的怪事还真多 什么怪事 可别把玩摸角的 有话去说 刚才在公交车站 下车的人是你了 我认识的秦庸素 是个从来不愿意 走路的人 现在居然每天 走两公里回家 我认识的秦庸素 他也从来不去书吧 现在居然跑到 五二的书店去帮忙 这还不是怪事 对于我而言 整个世界都变了 我本来以为 别人真的需要我的帮助 其实 是想看看 我是不是真的失忆 什么意思 其实你也不相信吧 我信 好吧 好吧 我跟你承认 我之前可能是不信过 但是 现在我看见了 有一局一动 我真的想不信东南人 不是跟踪我吗 什么 我跟踪你 想哪里还有这个癖好 我跟踪你 算了吧 我要是跟你说 我真的就是碰巧了 在路边看见你 你心吗 你 别装了 你以前跟踪我还少啊 我都知道 上次你是跟着我 和克里斯去的体育馆 虽然上次博尔给你打掩护了 但是我看不出来 你再活不愧心 你再活不愧心 你什么了解啊 是不是记起来你才能跟踪我吧 我是想我怎么这么无聊啊 还会跟踪我 好 林总 周末 有个活动 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解 就要塞海星 怎么样 我不想应酬 我又不是我所事事 我告诉你 我档期满得很 之前同事都去书吧找我呢 说要帮我安排拍广告呢 接了 我之前都帮你推掉了 想让你休息休息吃 好好吃啊 好吃 小枝啊 别怪我没告诉你 陈领生和姜布尔认识很久了 而且 陈领生说 姜布尔一直在追他 什么 姜布尔追陈领生 对啊 我觉得陈领生 并没有完全相信你和秦苏没有关系 小枝 你难道真的不能和陈领生复合了吗 我觉得他还是挺爱你的 我跟陈领生已经不可能了 从我决定跟他分手的时候 我就不会再回头了 就算秦苏站在陈领生的面前 他也不能证明我就是货枝 因为我现在身份就是秦苏 你们俩呀有缘无分呀 别提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提醒我 要不然你还是跟我去红打散散心吧 正好避开陈领生啊 你说 我觉得他没那么容易死心 万一到姜佳再找你麻烦怎么办啊 我最臭罪就是这件事 你说 怎么办呀 那你说我毒也不是办法呀 再说了 这姜佳要出来几天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放心吧 我小心一点 那好吧 对了对了 福利院的福院长打电话到幼儿园 打听获知的消息 你说我这脑子差点都忘了 福院长福院长找我什么事 好像是想让你给福利院的孩子上上课 具体我也不清楚 要不你找时间去看看 是应该去了 自从我姐跟我相认 这事就没断过 就没有时间去福利院看一看 我有时间啊 我下午没事我陪你去啊 我有事 下午得陪姜佳出去 这么快就把我这好朋友给忘了呀 丢什么呀别胡说了 我都快愁死了 不知道我姐啥时候能回来 你带我来干嘛 你别着急 先看看 走 潘匿书 眼睛坏了啊 嗓子也坏了 好 嗨 江村 嗨 给你介绍一下 我的大学同学 克里斯 你好 初次见面 江村还是第一次 带我见他的朋友呢 听说你生病了 最近感觉身体怎么样 我生龙活活好得很 那就好 怎么样 准备好了的话 我们就来几句 走 稍等一下 好 我想给你 你们基建推进去了 她呀 她呀 她们 其实是克里斯的技术 不如咱们江总的 她们大学是一个基建队的 来 江太太有没有试试 我 不算了吗 我就看看就行了 不是特别难 练练就行了吗 玩吗 是不是 不是 叔叔 别进步 没事 试试什么 让她试试 行 我教你了 我就不了吧 我不会 我教你 来 等一下 可以吗 没事 这两个人的关系 发展得还挺快啊 扎扎扎扎 别说你了 我都没想到 这太太自从得了病以后啊 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们江总说了 此时的情绪 非彼时的情绪 跟着我慢慢地 她要开始好好 重新 认识这个母孩了 你这样是小的马匹 手要放松 来 这家人再来 走 慢慢地回 回来 你 你想什么呢 我现在相信 跟Chris真的只是同学观色 那是人家男朋友的姐姐 这脑子里面 找人中了什么东西 跟我一起练基建 透不了吧 没有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基建 你也不认识